什麼 大家最愛的動漫海賊王 在熊本各地設置銅像 還不趕快揪團一起去朝聖打卡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刻報報 每週給你最及時的旅遊資訊 2016年的時候 熊本大地震 而身為熊本人的海賊王作者 韋田荣一郎 以漫畫主角魯夫的名義 偷偷捐了8億日幣 大約台幣2.2億 哇 我不覺得有一點巧合嗎 我剛剛是覺得有點巧合 因為8億日幣呢 如果你有看海賊王 就會知道它大概是跟 魯夫懸賞的金額差不多 該不會有一個 小C一個東西吧 Anyway 幫助家鄉重建 而熊本縣呢 為了要表達感謝 不僅頒發榮譽市民獎狀 也決定獻給韋田老師 一座魯夫的銅像 沒想到後來呢 熊本縣府更是公開發表 編列1300萬的日幣預算 計畫要在各地繼續設置一系列的 海賊王銅像 所以呢 到處都可以看到草帽一火的銅像 希望能振興地方觀光 如今銅像都已經陸續完成了 包含呢 熊本縣廳前的 魯夫 還有呢 益城廳的 湘吉市 阿蘇市的 騙人布 市立動植物園的 喬巴 上益城的 布魯克 高森廳的 佛朗基 西元村的 納美 東海大學的 羅賓 大京中央公園的 索隆 也是我自己特別喜歡的 索隆 駐吉海岸公園的 吉貝爾 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雪寶我超級想衝去熊本的 跟每一個人物拍照打卡 草帽海賊團 一個都不能少 包括我 大家最想跟哪一位主角一起拍照打卡呢 歡迎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更不要忘了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及時的旅遊資訊 我是雪寶 也是索隆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